這個數字就是你打疫苗的時間 你算一下 加個15分鐘 就可以離開 好 第二件事情 我們回到家以後 還是要注意 多喝開水 多休息 喝開水的量 比你平常多個一兩倍 多個一兩倍就好 第一天 第二天 注射完疫苗之後 因為是照冊通知所有的長輩 來進行第二劑 第二劑的施打回劑時間 預計是四個禮拜以後 會通知 那時間還是不一定 但是原則上是四週以後 一個月以後才會通知你們 所以你們不用擔心 等候通知就好了 注射完疫苗之後會有一段時間 它要產生抗體 這個時間大概是12天以後 換句話說大家在進行12天 現在注射到12天 這段時間其實 我們的抗禮還沒有產生 大家還是要多多 注意我們的防疫 多多注意我們的防疫安全 那剛剛還有長輩問說 可不可以洗澡 做什麼 其實是正常生活 正常生活 沒有太大的禁忌 好 最後大家 我們 祝大家說長輩好 身體健康 萬幸福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在第二類第七類打COVID-19疫苗打很大之後 終於輪到我媽打了第一針莫德納莫德納疫苗 我媽是多重重度身心障礙者糖尿病 怕金森症 看不見得她現在還有脊椎骨折未開刀 在歷經台灣政府舉世唯一的安插幾十萬或可能上百萬的年輕力壯第二類第七類先打後 我媽終於被輪到 在此感謝殘暴的台灣政府沒有喪盡天良 終於施捨疫苗給她 現在講一下打疫苗過程 我先預約復康巴士 雖然晚了點但還是順利後補道 回程我們坐的是計程車 來回都不避錢 而且現場就有計程車可坐 很方便 本來我媽要我推輪椅去約1.5km外的地方打 天氣這麼熱之外 還要推輪椅去大概坡度可能有30度以上的大坡 推完我大概就中暑了 還好有車在 大感謝 醫生簡單問了一下就判斷可以打 我媽雖有一大堆病 但也都穩定中 我對疫苗雖然採取保守態度 但她應該是經不起新冠摧殘的 所以去打疫苗了 也不知是不是不幸中萬幸 幾十萬或可能上百萬的年輕力壯第二類第七類 她們先享用的是S疫苗 我對S疫苗就更保留了 晚一點的還有BNT 這大概就是早打早享受 玩打好棒棒 護理師說打完後觀察15分鐘 過程中老媽一直急著要走 反正看起來沒啥問題 現場有說大約10天後可打第二劑 希望一切順利 Blackjack 2021年7月8日 取得連 好開箱一下 桃園市疫苗接種通知單 第二項是 平顧及醫院書 還有一個是 愛心計程車 接種通知單 接種通知單 接下來是 接種去世 好 明天 也不可以 來自避免 接種零 看 看 美 每天 聽 聽 聽